10月10日,NBA季前赛火箭128比86大胜上海大鲨鱼,本场比赛中,大鲨鱼的后卫弗雷戴特和中锋张照去都有出色表现,弗雷戴特40投16中,3分11投4中轰下41分9篮板三助攻, 张照去作为大中锋挑战火箭的无限换防,七投五中砍下10分5篮板,大中锋张照去出手非常坚决,连续利用身高优势高举高打得手,对于上海大鲨鱼来说,这也是最有效的专输打法,充分发挥内线优势,将比赛拖入阵地下避免对攻,火箭的无限换防策略是专门针对小球球队, 面对张照去这种大中锋没有多少办法,当小哥子被换防到张照去身边时,他把握住了这些单打的机会,手揭开局的两次拦下单时,是大鲨鱼战术的体现,也是张照去的能力体现。 在火箭连续外线三分命中后,张照去依然是低位接球强攻,而面对身高仅有1.83米的保罗,海拔差距相差将近40公分,让张照去再度完成一次轻松的被打强吃得手。 除此之外,张照去之后还完成了一击五篮命中,他一轮包揽上海满篮前6分,无疑是极为闪耀的表现。 张照去在之后三节比赛当中,他合击仅仅只在得到4分,但全场7中5的进攻效率,还是相当不错。 张照去也成为全场比赛唯一得分上双的中国球员。